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春假节之际啊 那可能有些同学晚上呢 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不能加入我们 但我们依然还是奋战在第一前线 为大家带来每天的每股气氛早班车啊 也感谢新老同学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啊 有待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提出 用到以下的工具平台 以及我们来看看整体市场目前的一个情况啊 目前市场来看的话 周期图依然还是向下的一个周期 不排除日线级别这里可上也可下 但四小时的话出现超买了啊 那我们说过四小时一旦出现超买 就会出现滞涨的情况 一旦出现滞涨可能会有回落 冲高回落或者说横盘的这么一个动作 当然也可能会出现什么大的回调啊 目前我们看到至少这边短期 我们是不看涨啊 短期不看涨 除非四小时这个超买的情绪能够缓和 或者说日线级别的周期图能够来到区间的下沿 这种非常多的这种巨额的市值的公司要发入财报啊 那么看到日元这边也在悄悄的搞事情 同时我们看到原油先行指标继续往上走 虽然有点回落 但是不影响原油价格 仍然有非常大的一个偏差 所以原油价格这里可能还会再往上冲 也就会导致通胀的预期会向上 从而影响国债利率 加息的预期向上 会对估值有所影响 包括美元啊 可能也会有所反弹 是吧 这可能是接下来2月1号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当然呢财报季的话 我们更多还是对个股 有一些想法的啊 那我们看到个别股票啊 这周啊 今天盘后微软 非常关键的啊 我们看盘前 其实有不少的已经报了财报 但我们看这财报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啊 从板块来看的话 今天财报感觉是不太好的 这边好多其实股票 我们看都是有冲高回落的迹象 然后报了财报的 我们看到不少今天早上报了财报的 也有在这个跌幅榜上啊 3M 算是一个了 算是一个了 3M其实是道指里面的巨头 也代表了传统价值板块啊 那我们看到大市值公司 今天涨的话并没有在榜头上啊 有一个跌是在跌幅榜上啊 那这个觉得是对市场来说 可能不太好的这么一个 一个征兆 我们看财报季 在今天 也就24号打响重头戏啊 前面可能都是一些 不能说无关紧要 对吧 但是更重要的话 还是在接下来的周三周四 以及下周陆续的出来 那我们看到这边市值最大的苹果 将会在2月2号 刚好是每天主义席会议2月1号之后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意思了 对吧 那变盘之日将会在2月1号跟2月2号发生 在这之前我觉得更多可能是什么假动作啊 欲跑啊 或者是冲高回落啊 更多是高位震荡啊 可能是这样的行情 更大的行情我们可能要等到2月1号 2月2号可能才会更加的明朗啊 更加的明朗 在这之前的话呢 我们更多还是关注各股的行情为主啊 那早上我们看到已经报的财报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高于5% 或跌于5%的回报 只有3M这边是跌了5%啊 那今天盘后还有微软 也会是我们今天重要讲的一个对象之一 我们看看本周的这个日程上的事件啊 那周一已经过去了 周一算是相应务是比较平稳的过渡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些澳门相关股还是不错的 周二的话呢 盘前一堆财报啊 以3M为首的财报都不太好啊 那今天盘后的话 我们看到还有微软的财报啊 PGM呢 今天这支股票可能会有些骚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也是我们百万计划里面的股票 另外的话呢 周三 盘前还有波音啊 这样的公司也值得 那我觉得这边我们可以多看一看 这几个巨头的财报的一些预期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微软 今天盘后的财报微软 那微软我们这边分析过 从图形上来讲啊 从估值上来讲 没什么太大问题 算是比较低估的 或者说市场平均估值的这么一个股票 然后呢 按照头肩顶的这么一个技术形态setup 我们也预估 跌到220或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形态 抄底的位置 那220我们看来给了一次两次三次的机会 那都有回报啊 都有回报啊 那这个位置的话 我不知道220会不会再次的测试 那如果会测试的话 我觉得还是买入的机会 那这里就很好去做了 那很好去操作了 那如果微软能够再次来到220 那你愿意持有股票 那愿意持有股票 那这种策略的话很好做 那就直接卖pun就得了啊 当然了也可以来到这个期权策略报告里面来进行参考 看这里面有没有很好的一些策略可以去参考 比方说像covercore啊 那也是很好的策略 当然covercore可能涉及到更多的资金动用啊 当然了shope也需要一定的保证 你参考的话 有2月24号23年到期的240的stry 可以收得700块钱 那这个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 一个stry的一个选择 当然了也有更好的选择 就是我们刚刚选的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在220附近 对吧 如果跌在220 那我愿意持有220买入股票 那如果说没有跌到220 那我也可以不吃亏 拿了期权权利金就走啊 那我觉得像微软这个操作的话 比较稳妥的打算 那还是通过my put sell to open put 来进行 来进行配比 来进行配比啊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low出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奈飞前段时间 我们也给了一个sell put的指引 那奈飞的话 sell put也好 sell call也好 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回报啊 那为了我们其实总体来说 是不看跌的 可以说是中性 偏向于看涨的 那么一个策略啊 那shope可能会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你可以选择27号到期 还有三天本周到期 也可以说是2月3号到期都可以 对吧 然后240 可以收得更多的钱 但我更喜欢卖220 收少一点 但是呢 我可以更好的价格拿到股票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我觉得像这种策略的话 也可以考虑去做 对吧 shope 收100块钱回来 然后呢 如果说股票跌到220的话 我也愿意接股票啊 那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策略 当然你可以调整到225 也可以 甚至215 随便你去调整都可以啊 但是技术越低的话 你收得权利金会越少 越高的话 收得权利金会越高 但是呢 潜在的风险也会越大啊 那买西拳就是这样子 无论你是买还是卖 你所承担的风险越大 你自然而然潜在的回报 就会越大 你所承担的风险越少 概率 凝面更高 那你自然而然回报 就会更少 那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我们看到温软 可以这么去考虑 这么去做 Intuitive Surgical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等到财报之后 再说 Test Instruments也是 这个FI啊 等等其他公司 我们看到可能更多 还是等到财报之后 再做定夺 如果有大跌的话 可能会有机会啊 那如果没有大跌的话 这些股票 也不好在财报前 进行更多的布局啊 毕竟公司还是偏中小型一点点 那明天的话 我们看到还有更大型的 像波音这样的公司 发布财报 那波音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值得更多的关注 波音属于传统价值股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对象啊 那自从原油价格回落之后 波音就慢慢的起来了 包括还有整个航空公司行业 开始慢慢的复苏 全球航空公司开始慢慢的复苏啊 也就是中国带动的 对吧 整个东南亚亚带动的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有一定的帮助啊 那波音我们也不期待说 短期会有太多的回落啊 当然呢 我觉得这个股票也不太适合 去直接的做看涨的期权 那还是一个迈破的一个策略 对吧 我觉得如果说直接做看涨期权策略的话 确实期权是比较贵的啊 当然这里如果要做波音的话 波音我们看到是有很好的迈破的策略 当然你要做cover call也行 对吧 个人不太喜欢做 那cover call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常见的一个收珠宝的一个策略啊 cover call也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去做 因为credit spread的话呢 波音这边不是没有很好的推荐啊 但是cover call跟short put是有啊 cover call跟short put是有的 这完全是可以考虑去做的啊 另外的话 short put的话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个位置 这里其实有一个支撑在180 当然190这个缺口 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越低的话呢 你所说的期限权力经济越少 高一点的话 收的期限权力已经稍微高一点点 那跟刚刚微软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那波音啊 AT&T 这些我觉得都适合去卖put 啊 而且AT&T的话呢 一旦AT&T股票跌下来 我也愿意去接股票 因为他有不错的分红啊 当然AT&T的分红 之前是有过怀疑的 但我们看到就目前分红还是继续的放 发放 对吧 当然相比AT&T来说 我就更喜欢 Ryzen两个都在低位的股票的话 Ryzen可能会更好的选择啊 当然AT&T如果喜欢的话 也可以考虑去卖点朋友 对吧 还有FreePontMap 还有这个Arbit 也是在周三的盘前财报 然后就到特斯拉了 对吧 就到特斯拉了 特斯拉当然这里是 本周的重头戏之一啊 本周的重头戏之一 但是呢 目前我们先不讲 对吧 等到明天我们再来讲 看看微软的财报如何啊 那我觉得按照 昨天的这个setup 我们实际上是看好美股 短期的强势的 但是经过一轮短期强势之后 我们发现 每股四小时出现了什么 超买啊 所以我觉得这边 微软的这个财报啊 不做过高的期待 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涨幅 对吧 甚至可能还会有所回落啊 这个大家肯定要小心一点 对吧 包括整个市场 目前可能都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之前 所布局的一些反向的指数啊 包括我们师班群 做的一些反向指数 什么SRK啊 或者说TestQ啊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机会 对吧 都是很好的机会 最近就是借高进场啊 就是借高进场啊 那像这边 如果说我们之前说反向指数 三倍 三倍或一两倍的反向指数 SRK 45块钱 我觉得是好的价格啊 TestQ 70块钱 我觉得是不错的价格 当然这边跌到60更好啊 跌到60当然更好 反向指数值得跌到区间下沿 或者说跌到平台支撑的位置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日常的时机啊 但是这边有同学说另外一个 像英伟达的这个做空 因为达到做空我反而不太看好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半导体我是看好啊 我觉得半导体估值已经到位了啊 我觉得半导体估值到位了啊 所以我觉得半导体不易探空啊 RUMAN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只股票 属于5G的这种物联网概念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可以潜伏 AMRS看图形的话还是不错 这两只药股 我觉得这两只小股票 不是药股啊 RUMAN 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基本面 包括图形的设置 那AMRS可能没有太多基本面 但图形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我觉得嗯 两个都可以作为短线的关注 当然我更倾向于前者RUMAN啊 微软能不能做260的Core spread 我觉得微软不宜看涨那么多 微软向来这个回报 就是5%左右的一个上下振幅 如果说你要是买260的Core spread 意味着说这里你要涨10%啊 如果说涨不到10%的话 那你这个Core vertical到260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可能要想清楚这个道理 对吧 想清楚这个道理啊 所以不宜做这么高的一个Core spread 当然你可能花费成本也不高啊 你几百块钱 但是你可能有可能这几百块钱最后会打水票 那反过来说 如果说你是卖PUT的话 虽然说你卖的钱不多 但最后你这个钱很有可能会什么 收回回来 你有可能会收回回来 那这是我对这个微软的一些财报的看法啊 包括整体市场的看法 我觉得都是偏向于平静一点吧 个别股票 个别的品种可能会有强势一点点的表现 但整体来说大盘 不会有太多的亮点 在今天 甚至可能到明天 因为四小时超买 还有日线图的周期 这边也是在一个区间偏上延的位置 甚至回落的一个位置啊 对综合这方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市场呢 赋予做过激的 过偏激的这种看好的布局 应该谨慎的对待 最近市场啊 这个高位震荡啊 或者冲高回落的这种行情 当然目前来看 还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直到说财报季走出来 更多的成绩出来 包括还有这个2月1号 以及2月2号 关键的两个事件 一个是2月1号的 呃这个鲍威尔讲话 包括一锡 对吧 还有这2月2号 苹果的财报 苹果的财报 爆出来 才算是完整 要不然最大的市值公司不爆出来 那怎么算是完整的 对吧 至少这个日出日落 或是高潮 要先出来 对吧 高潮不出来的话 那一切我觉得都白搭啊 另外一方面的话 情绪上大家也要小心 包括还有 这无论是非人贵 还是CNN的这个非人贵 还是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我觉得情绪都是偏向于积极的 另外呢 这个equity clock 相对应的季节性规律 也要小心 还有估值也是偏高 啊 结合最近VIX的表现 我觉得大家 要谨慎 这个市场可能随时会搞事情 是吧 随时可能会搞事情 那一旦搞事情的话 这边可能做多仓位太多的 或最近被套进去的 或者说被空头逼出来的 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点啊 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大家还是 要非常非常谨慎 对待最近这个行情 好吧 那今天我们先讲这么多啊 这边呢 如意时间关系的话啊 那我们马上开盘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及时的提出 不然的话 我们尽量精简这个视频 大家也可以去随时在 美股实战群的YouTube频道上 在网上可以去回看啊 小来集公司的信息 可以拨打Freshit客户专线 电子邮件 你官方微信服务号 Freshit8985 五环三十分钟 在网络上真正英文运上 那我们明天早上 同一时间同一点 我们不见不散 until next time 出根 and stay proper 拜拜 拜拜